赵山县 赵山影子的潜力与优势 赵山县是清华省马河 朱江河三角州西南岸半山地平原 自然面积为290平方公里 人口照过20.7万人 在全省排名第四位 行政区画分城公社镇34个单位 是全省第二大行政单位的区域 赵山县处于平原米德兰地区和山区之间的过渡位置 位于清华省的由清华市 庭山市 蓝山 黄兴 益山市 设计清智区的三个清智活力天的增长山桥 赵山县处于清华市以西20公里 距离瘦川机场20公里 距离益山港口50公里 该区拥有便利的交通系统 有利于通过南北高速公路 4T号国道 益山黄兴公路 以提连贴清华市与益山黄兴公路 连贴至社群航空港的不但全省 而且全国各大清智中心贸易联系 照山县的地理位置 便利于全省与全国各大清智中心贸易联系 人口20.7万余人 去全省第四位 其中劳动年龄人口12.1万余人 收息率达81.3% 该于全省平均水平的顺利条件 使照山县能够吸引与发展 使用大量劳动力的科行业和高智力劳动领域 拥有448多公斤的森林资源 丰富的矿展资源 水资源的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著名的风景民盛区和英雄的文化历史传统 使这里的不仅成为民族自豪的古老历史美景 而且成为有吸引力的旅游投资目的地 照山县政府党委与人民 多年来始终团结一致 努力克服许多困难和挑战 在各领域取得许多重要全面成果 全区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势头 2021年至2023年 展成年均增速达11.49% 占全国第四位 2023年人均收入将达到6,130万月盾 等于2,454美元 比2020年增长1.34倍 照山县市组织和弱实多项竞赛运动的带头地方之一 发动群众圈地矿泉农村公路 建设新农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社会经济基础设施 受到投资关注 该地区的发展投资资本动员总额 在2021年至2023年期间达到138.27亿月盾 约553.577美元 在全省排名第六 社会文化领域取得许多进展 建议培训领域持续发展 国防安全领域被增强 政治安全 社会持续和安全得到维护 这些都是为外资企业 在当地投资 创造稳定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 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优越 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源的权利 优势尤其是当地领导人 改革投资环境的大决心 赵山县7年来一直被评为 最有活力和吸引投资者的地区之一 在至目前全区已吸引投资项目 超过98个 越有600企业在运营中 其中外资直接投资企业有7家 典型企业这些7家 BOB精华有限公司的 售金公司汽车 限速制造 加工安装工厂 河南东方有限公司的 装饰LED灯 产品和电子玩具加工工厂 越南清新鞋业有限公司 生产加工诸口鞋类的工厂 越南阿迪奈亚鞋有限公司 售民公社 生产加工 诸口鞋和粮鞋的工厂 我是华丽集团代表 罗怀松 今天介绍华丽集团 在清华省 造山县投资的永山厂 永山厂是在 2020年8月设立 2021年10月开始投产 在此过程中 造山县政府 给予非常多的支持及帮助 首先对于土地 场地的需求 能够依据投资者的需求 给予批准及提供 第二 关于人力的部分 劳动力充足 文化素质也比较高 地方政府也协助招工 开场至今 永山厂已经将近 招聘了1万个员工 第三 关于交通方面 十分的便利 靠近清化寿顺机场 以及南北高速公路口 在货物的运输 以及业务的洽谈上 都十分的便利 第四点 关于在于治安及安全方面 公安单位是 与工厂是非常频繁的接洽 在维护地方的安宁秩序 也是相当有责任 第五点 关于投资手续上 造山县政府也非常的帮助 在任何投资上的一些问题 及手续都能讨论来解决 县政府的领导是十分的关心 那在此非常感谢 清化省政府 以及造山县政府的各位领导 让华丽集团 然后在造山县这边 能够顺利发展 我们是19年 二月份来越南投资的 目前在越南有两家工厂 一家在河南省青年工的区 一家在清化造山县 二年二三年 我们的销售超过了 八千万美金 清化造山的工厂 我们是二三年六月份买的地 二三年年底建成的 目前有七百员工 我们在清化造山 在投资第三家工厂 面积六万八千平方 预计要招三千员工 预计二五年年租可以投产 我们之所以投资造山 是因为这边的 有一下几个方面的好处 第一 交通比较方便 离机场只有十公里 港口三十公里 清化是越南人口第三大省 有三千六百万人口 目前是北越最好招工的省份之一 我们在清化的第一家工厂 从哪里到建成 是用了六个月时间 这个是在中国都很难完成的事情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是来自于政府的大力支持 我们在办理政见的过程当中 在全屏目中都派人 独立协助效率非常高 我们THN approval is 出入用开実用软電源车 station 的软件产列 它就是 Martin 当台经浆 관련工历 是厉害的 муз合例 陈一集了 flatten 八仲 TON 17日期 10日期,30日期的股份量,20日期的股份量,40日期的股份量,20日期的股份量。 � 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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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达成为美校的召售 美校 日和美校的学位 也会有型为 美校学艺 美校的公园 同学艺和美校特别 有型艺基础有型的地球仲体 是几乎的 至2045年赵山区的建设规划 经收省人民委员会于2021年10月14日第4042号决定批准 连同2021年至2030年期间的城市发展规划 挑通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 赵山县历称到2024年成为新农村地区 到2025年发展成为城市地区 并替划到2030年成为城镇 凭着意志与决心成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为去全省前列的地区 赵山县政府和人民正在努力有效落实中央政府 以及进化省关于吸引投资的决议与指示 该区尤其注重加工制造业领域招商引资 采用高科技环保项目 并为当地劳动力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 目前赵山县已经规划投资建设三个 包括面积约70公斤的核胜展介旗群 面积约60公斤的民里、民立和民权等 公色间工业旗群 占地20公斤的那的展介旗群基主设施 该区还在专售寿民公色与售寄农场公色的席群中 规划了三储面积约40公斤的生产经营用地 为投资者落实该县木、准备好场地 此外,赵山县开在格姆市区规划面积约262.5公斤的 一个工业园区 2025年后规划的包货面积为70公斤的 铜胜公色产介旗群 以及面积为60公斤的寿衣公色工业旗群 面向2045年 全区将成为一个工业园区 10个展介旗群、1个工艺专旗群 嗨发约798公斤工业用地 作为发展工业园区和展介旗群的基础 这些好条件的地理位置 对投资者欠场的了解有所帮助 在吸引投资的气质和政策方面 绕三线跟区域投资者在牵管矿线内 享有最高级别的优惠权利 并履行最低级别的义务原则 全面落实中央政府和进化省优惠政策和投资支持机制 绕三线开单区每个项目的规模和性质 在考虑投资者欠意的基础上 对推动经济提供调整进程 实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突破具有重要作用的大项目 给予重点支持 继续成为投资者的有吸引力 并且值得信赖的目的地 绕三线将朝着同步和现代的方向 继续重点投资升级社会经济基础设施 在改进以及提高行政改革指示方面 重点是行政程序改革创造突破 建设电子政务 对于企业减少执行行政持续的次数 时间和成本 按照现行规定 部署投资七例七次和政策 逐步营造开放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照三线陪伴投资者和企业的精神仍然清楚地显示在关于场地清理 消除混进的具体与实施行动中以最优惠的方式部署生产经营项目和活动 照三线政府委员会多希望在当地潜力优势的好条件下 能够吸引投资者和企业在该地区扩大生产经营投资 投资者来到照三线实施有效的投资 生产和经营项目时将受到全面支持 我们承诺将永远陪伴您 成为您的合好长期合作伙伴 并为投资者的成功 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我们承诺将永远达出